非常感謝執行長的介紹 也非常謝謝新義學堂的邀請 那我是政治大學的理事會 我剛剛有得到那個訊息 只有講者 可以稍微把口罩拿下來 希望大家能夠聽得更清楚 好那在進入我們的這個主題之前呢 我想先請問在座的各位 是因為企業倫理而來的請舉手 那我假設其他沒有舉手是因為漫畫而來的 好的 剛剛其實我們執行長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企業管理 很多人沒有去仔細思考 他其實他的核心是人的管理 那人的管理呢 倫理一直都是管理人很重要的基本法則 如果管理上面不需要倫理的話 那用機器就可以 不用管理 所有的人都是單一的動作 單一的成果 單一的績效的話 根本就不需要 管理 但是呢 我們在討論企業管理的時候呢 又刻意的 或是不提到 企業倫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吊詭的現象 那我當然就是 因為我自己的專長是在日本 對於企業產業的相關研究 當然我自己對漫畫 也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心得 我就想把 這樣的兩種不同的 算是 內容 做一個結合 希望能夠在今天的演講裡面 給大家一些 對於 漫畫也罷 對於企業倫理也罷 有一些不同的 思考方式 是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企業倫理思維無所不在 就我剛剛跟大家提到的 其實管理裡面就是倫理 可是你都忽略了它 就像我們呼吸空氣的時候 會忘了空氣的存在一樣 等到沒有空氣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它的重要 所以等到企業出現了危機的時候 他才會知道 他的倫理不夠 他沒有遵循倫理 所以我們就要從日本的漫畫裡面來看 在企業倫理 然後呢讓大家重新找到 對於 對於這個企業倫理的一些看法跟觀點 好那當然我還是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在京都大學念書 2001到2006年的期間 然後呢在京都生活五年 然後呢 06年回到台灣 然後曾經在中央大學 然後也曾經回到日本擔任一年的這個講座 然後呢現在在政治大學 擔任專任老師 專長領域呢 就是日本的經濟產業跟科技 然後 第二專長就是日本的 算是 次文化 就是我們今天的漫畫 好 那我們來看 為什麼要談漫畫 當然 我在我課堂上面經常跟我的學生講 你要了解一個國家的過去 你要看他的傳統文化 他的傳統文化有什麼特點 然後呢比如說提到日本 大家可能就提到和服 然後提到歌舞技 等等的這種傳統文化 但是呢你如果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現在 你必須要去看他的流行文化 他現在流行什麼 一個流行現象的背後一定有他的社會基礎 好就像 最近非常熱門的鮭魚改名事件 他也許真的會在台灣的社會學裡面 成為一個分析的事件 為什麼大家都想要知道為什麼 在這樣的一種的社會環境之下 有一些年輕人 會做這樣的一種的決定 我們不要說是好是壞 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他後面的 一些 背景 然後呢 他的這個現象 到底有什麼樣的關聯 然後呢 這有點像說 我們以前會說 某一個世代的台灣年輕人是草莓族 為什麼他們會被稱為草莓族 一定 在當時他們的一些行為判斷 會被歸類成 某一個原因造成 這個世代有同樣的特徵 所以呢 在流行文化裡面 他其實就是延續這樣一個思維過來 那現在的日本 流行什麼 為什麼年輕人 或者是某個世代人 會專注去 做某一件事情 到底有什麼樣的社會原因 那 我們呢 就把一個 我們觀察日本的 重要的窗口打開 那就是漫畫 在日本看漫畫這件事情是全民運動 跟台灣有點不一樣 在台灣呢 大概 我 這個世代 大概還會容許小孩子看漫畫 也就是說 從我這個世代開始 會覺得小孩子看漫畫並不是一件 那種 罪無可赦的事情 可是我的父母親就會覺得 當我是學生 我看漫畫的時候 就是不學無數 就是做壞事 因為漫畫不是好東西 什麼才是好東西呢 五典文學 西方的小說 教科書 百科全書 這些才是好東西 漫畫 不是好東西 可是在日本是全民看漫畫 為什麼 因為 日本的 現在啦 我們說是團塊世代 就是六七十歲的人 他小時候就是看漫畫長大 他的小孩子也是看漫畫長大 現在是大概四十歲左右 四十歲左右小孩子也是看漫畫長大 二十幾歲左右 所以呢 這些都是看漫畫長大的 他們不認為看漫畫是一件幻事 那所以我們可以從這樣的一種社會基礎 進一步去理解 那為什麼在某個時代 有一本漫畫或是幾本漫畫特別流行 一部一本漫畫或是一部漫畫流行 通常在社會學上我們認為 他所傳遞的價值觀 得到了 多數讀者的共鳴 所以他才會受歡迎 那他傳遞了什麼價值觀 這就是我們要研究的東西 我們在研究日本的時候就要研究 為什麼 比如說 70年代跟80年代 日本的這個 棒球漫畫都很流行 70年代流行的棒球漫畫跟80年代流行的棒球漫畫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有人做了研究 那其理年代流行的漫畫 我們後面也會稍微跟大家提到 有一本漫畫叫做 《巨人之心》 《巨人之心》呢 這個目標不斷的努力 最後呢 他帶領球隊獲得勝利 但是手臂也廢掉 巴黎年代有一部棒球漫畫很流行 台灣翻成離家女孩 他的故事是說 有一對雙胞胎 兄弟 然後呢 哥哥 有天分但是 不想負責任 弟弟 要帶著他的 隔壁的青梅竹馬一起到甲子園去 但是在 參加甲子園的地區的決賽之前 弟弟出車或死 然後最後呢 這個哥哥呢 為了繼承弟弟的遺志 不得不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帶著他的青梅竹馬上甲子園 所以他開始投入港球 他一直要逃避 最後他 不得不去負責任 然後這個 在日本當時很流行 80年代的時候這部漫畫 被號稱是 日本國中高中 老師必看的漫畫 你如果不看 你就不知道 你的學生在想什麼 那 這時候他反映了什麼現象 日本的社會學者認為 這個時候的日本的年輕人 他普遍有一個 這個彼得潘的 這個 心理現象 然後呢 那 彼得潘的心理現象就是說 不願意長大 不想負責任 因為他們是在一個 非常非常 物質 環境 很好的 狀況之下 成長起來 這跟 50年代 戰後 刻苦 長大的 然後呢 為了 企業為了組織 奉獻一生的人 不一樣 他們在非常富裕的環境 長大 他們不 成長 他們不想要 變成大人 負責任 所以呢 他傳遞的價值觀 就是讓這些國高中生 感到共鳴 最大受歡迎 所以呢 我們 可以這麼說 透過漫畫 在特別是 某一個世代流行的漫畫 我們可以了解 這個世代的人 到底在想什麼 那這個世代人的想法 自然而然反映到 他們對於組織的看法 對於國家的看法 那 企業組織呢 就是 日本 最重要的一個組織 因為日本被稱之為這個 企業國家 那企業呢 在日本企業 承擔了很大的 國家的責任 也許有些人知道 日本過去是 終身雇佣制 說是終身雇佣制 也許有些人 並不是太同意 他就是 如果你沒有犯大錯 其實你在日本企業裡面 是可以做到退休為止 那一般企業都不太 輕易開除員工 那這會導致 那 往壞的一個方向下 他會造成日本的人力成本增加 可是往好的一個方向下 其實 人才就是企業的 財產 然後呢 他 可以 透過資源的投入 去培育這個人才 讓他為 將來為公司帶來更好的 利潤 因為你要去跳槽很難 所以那這樣的一種 確保僱用的 使得日本的 日本國家 不用花太多的心思 去解決失業的問題 因為 企業就幫你解決失業的問題 企業就要僱很多員工 所以呢 在戰後一直到現在為止 還是一樣 能夠僱用最多 員工的企業 他在日本國內所受的尊敬就越高 在日本不是賺錢 利潤好的企業受到尊敬不是 而是雇用多的員工 的企業受到尊敬 任天當然只有3000個員工 可是他現在的業績 對不對 可能會超過 一些 Panasonic的一些大企業 一年的利潤 好像他去年利潤特別好 因為大家都躲在家裡面 玩電動 然後呢不出去 他去年的業績非常好 那 可是呢在 日本 像Panasonic Sony Toyota 這些大企業 因為他聘很多的員工 所以他在日本 國內的影響力就很大 大家有尊敬他 所以這是日本 對於企業的概念的差異 好那 我們呢大概 就是從這個日本漫畫入口 我相信這些漫畫 過多過早應該大家都知道 我就假設大家知道像這個 灌籃高手 我們後面會跟大家提到 灌籃高手 他到底傳遞了什麼樣的企業人的概念 鬼滅之刃 這是今年最紅的 一部片子 應該是去年 去年到現在 為止最紅的一部片子 或是一部漫畫 然後呢 海賊王 台灣泛制航海王 然後這個是 北斗神拳 北斗神拳呢 可能是我這個世代比較熟的 那年輕人世代可能對北斗神拳不是太了解 那這些呢都是在每一個世代都 曾經獨領風燒過 做蠻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呢 也成為很多的日本社會學家 切管理者 去分析 或者是取材的對象 好 那 那 至於說在日本學術界跟切管理界裡面 他如果來看待這個漫畫 那我們大概有兩個一個方向 讓大家去理解 那漫畫大對日本社會 到底有什麼樣的 象徵 有一個是剛剛所提到的 現象論 現象論 就是說 特地漫畫流行 他有一定的社會背景 就跟剛剛跟大家提到的 那 比如說海賊王 湯海王 湯海王從90年代末期 一直到現在為止 他現在是日本史上 賣的最多的 一部漫畫 他現在在日本賣出了4億5千萬本 就是這套漫畫 出了90幾集 然後呢賣了4億5千萬本 這個日本人才1億2千萬 他就賣了4億5千萬本 所以這個數字平均 大概一個日本 一個日本人有4本 這部漫畫 那如果是全套來看的話 大概500萬人有一套漫畫 比如說500萬會買一套漫畫的人 他一定對這套漫畫裡面價值觀有很 高的很強的共鳴 你很難想像在日本500萬人有同樣的價值觀 大概只有宗教 你這種 在日本有500萬信徒的宗教也不是很多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現象 那如果 因為你沒辦法去做500萬人的 問卷調查 對不對 所以呢 你來分析 這部作品裡面傳達的價值觀 大概你就可以推論這500萬人到底在想什麼 那這500萬到底在想什麼 他們想法跟上一個世代什麼樣的差異 簡單來講 航海王強調的是 我就假設大家看過 航海王就是 一群夥伴 冒險 然後達成夢想的一部漫畫 每一個人的夢想不一樣 可是呢 他們一起冒險 那每一個都是夥伴 沒有上下關係 這是現在日本人追尋的職場環境 他不希望跟長官之間的關係是垂直關係 上司叫你做什麼你就得做 一切為了公司 一切為了組織 組織的 未來就是你的未來 公司的未來就是你的未來 你要為了公司而加班 這是傳統的上個世代的想法 可是這個世代日本年輕人覺得 我有我的生活要過 如果公司跟我的夢想能夠結合 我來幫公司做事 如果公司跟我的夢想 沒辦法結合 我的夢想優先 如果我可以離開這個公司 我就離開這個公司創業 可是在日本要離開公司不容易 我如果沒辦法離開公司 好 那我家的公司 來達成我的夢想 利用公司來達成我的夢想 變這樣 自己的夢想是優先的 團體的夢想不是 這跟我們以前理解的日本不一樣 日本是團體主義 大家一起 所以呢 日本有一句話就是 最重要的事就是叫做 形成共識 真的 真的會有共識嗎 在座的現在我們在座的這些人 大家會有共同的 想法嗎 很難 很難 那在日本所謂的這種共識呢 其實 是垂直關係下的共識 他不是一個平行關係的共識 是某個人有 上層有一個決定之後 他只是透過這方式 去說服其他人之時 他並不是真正的所謂的形成共識 那日本的年輕人對這個是 極其厭反 所以看到這個 海賊王裡面談到 的這些人 為了自己的夢想而努力 大家一起來努力這件事情 他的那種 共鳴很高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世代論 日本很喜歡用世代來區隔 不同的年齡層的人 你是什麼世代 你是什麼世代 那 大概 如果從這個 漫畫來看的話 大概 有分成 四個世代 第一個 巨人之星 世代 我剛剛跟大家提到巨人之星 第二個 鋼彈 鋼彈是日本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開始是動畫 然後之後呢發展出各種不同的 有電影啦 有玩具啦 然後有遊戲啦 等等的 然後七龍珠 大家應該知道七龍珠啦 七龍珠大概就是90年代最流行的 一部漫畫之一 然後航海王就是 現在最流行的一部漫畫之一 那 如果大家要去一個譬如說好 就讀巨人之星 小時候看巨人之星長大的人 跟 看鋼彈長大的人什麼不一樣 不用這個比較我們就知道一定不一樣 我現在跟我的學生一定想法一定不一樣 我的想法不一樣並不是因為我看了這個我才跟你不一樣 你看了那個跟我那不是 而是在我看了這個過程中 我喜歡這個這個東西某種程度反映了我的價值觀 所以我才喜歡他 然後呢我的學生呢看了這個他喜歡這個 所以呢 他的價值 觀 就反映在這部作品裡面 所以我們 可以用這個作品 來看看他們價值觀的差異 所以這叫世代論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世代有什麼樣差異 巨人之星世代 就是50歲到60歲的人 或是 差不多就是日本 算是比較是 團塊世代 團塊世代呢 其實是在戰後嬰兒巢 之後 然後出生的 或是嬰兒巢 出生的人 他們呢 出生的時候 很 很困苦 因為是戰後的日本 所以物質並不是很豐育 他們刻苦耐勞打拼呢 取得了他們的資產 有了自己的房子 其實他們現在是被認為是最富裕的 世代 因為他們在房價最低的時候買了房子 然後呢在日本企業 業績飆升的時候 升到最高的位置 領了最高的退休金 領了最多的薪資 然後呢 最後退休了 他們有房有錢有退休金 他們所以他們現在是最有錢的 這個叫做 巨人之星世代 然後巨人之星呢 世代呢 他們的一個特殊 不是特殊 就是共同的這個 接近的價值觀就是 在職場上面 上市意見是絕對的 你聽就對了 然後呢 努力就可以回報 因為整個的日本的經濟是往上走的 企業業界是往上走的 那你只要努力 你就是跟著這個 潮流往上走 所以他們認為努力就可以得到回報 這跟我們現在認知有點不一樣 你現在在努力不一定可以得到回報 所以呢 那這個 所以這個世代人 如果遇到這個世代人 那個大一國之大 所以呢 這個世代的人遇到這個世代就是說 他們 完全沒有團隊精神 完全不知道公私優先 那他們的下一個世代是鋼彈世代 然後他們的上市就是他們 那 這些人呢 其實對於這個 上市已經有意見 太傳統 太古堡 然後呢 即便有怨言 依舊奉行垂直管理法則 鋼彈的男主角 阿摩羅 他呢 坐上鋼彈的時候 他是不願意的 不願意坐上鋼彈 雖然只有他 能夠去拯救 拯救這個 地球也罷了 可是他不願意做 但是最後他還是做了 那 他在整個的 駕駛鋼彈跟 跟這個 敵軍 戰爭的 對決的過程中 也有很多的 他的糾葛 可是呢 他最後還是 上面的命令說了算 所以這是鋼彈世代 鋼彈世代下一個 七龍珠世代 那七龍珠是1990年代非常非常 盛行的一部漫畫 然後呢 這個世代的特徵呢 就是 在企業組織 劇例變動下 因為90年代日本進入了 所謂的泡沫經濟 以及泡沫經濟的 最好跟最壞的時代 他們都經歷過 然後呢 這時候呢 七龍珠呢 每一個都是對手 但是對手可以變成朋友 朋友可以變成對手 所以呢 把同事視為競爭者或對手 這是他們的 這個算是比較 思維上面比較類似的一點 那 最後呢 就是 航海王世代 航海王世代呢 我們就假設 這個在場的年輕人是屬於航海王世代 他是重視組織的 平行關係 然後呢 尋找 夥伴 他在職場裡面尋找的是夥伴 然後呢 不是來交朋友的 然後呢 那 很多傳統來就是 你呢 要跟你的 同僚 相處 相處很好 然後一起為公司努力 這是 過去以來 日本企業文化的很重要一個部分 然後呢 如果你沒辦法融入這個 文化裡面 那誰的問題 你如果沒辦法融入到企業組織裡面 企業的團隊裡面 是誰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絕對不是這個團隊的問題 其實這也是企業倫理 非常非常 在日本 企業倫理 非常非常最近幾年很重視的 一件事 就是職場霸凌的現象 那職場霸凌呢 在日本非常非常嚴重 然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麼多不同世代的思維 同處一個職場空間 你要他們 能夠不起衝突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呢 他們不會起衝突 表面上 表面上不會 所有壓力都是 在最底層的 員工去背負 所以呢 這個呢 我們從這邊 大概可以了解 從漫畫去理解 日本不同世代 還是有他的一些 可以去 這個 探尋跟摸索的一些脈絡 好 那接著 另外一個 漫畫跟企業管理的關係呢 大概有 兩種 第一個就是 以漫畫 形式 來出版企業管理書局 那這日本很多 就是 因為企業管理很多很多的法則 然後這些法則呢 很多人的管理大師 彼得杜拉克講什麼東西 這麼一本 這麼厚的書 看了就想睡覺 反正日本就 不一樣 他就用畫漫畫 讓你淺顯一朵 所以 這些漫畫書呢 有時候 還蠻賣座的 還有 這個 企業管理的歷史 用漫畫來畫 企業管理的歷史 等等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 從一些 知名漫畫裡面 去 篩 你要說去篩選 對企業管理 相對 有幫助的一些思維 然後呢 某程度在 日本的話 這個是一個 business model 一個漫畫紅了 然後呢 他就會出 這個漫畫 衍生出的 管理法則 就會出 現在鬼滅之刃 我們現在就開始出鬼滅之刃 這兩本就是 都是我寫的 我現在不是打廣告 因為這個已經出了蠻久了 不是打廣告 這一本是 從哈海王學的 你要從哈海王裡面看到的一些管理法則是什麼 因為 然後這本是 進擊的巨人裡面看到管理法則是什麼 有出版社叫我來寫 鬼滅之刃 我說 好啦兩本就夠了 真的沒有時間再寫第三本 他說鬼滅之刃寫的一定會 會 會有市場 我說 好 我想想看 好那鬼滅之刃確實也蠻多蠻有趣的東西 待會也會跟大家分享 好那就是日本國內 出的 這個有關於 漫畫的 企業管理學 像這一本 從哈海王 航海王裡面看什麼呢 創造最強的經營團隊 這本說就跟你說 航海王裡面的團隊是如何優秀 你把它 放到現實世界裡面 你要怎麼做 可以去組成一個 最優秀的團隊 這個 就是 王者天下 我們後面有跟大家提 他是一套歷史漫畫 他有真人版的電影 是中國的歷史 就是秦始皇的歷史 秦始皇如何得到天下的歷史 所以呢 因為那個在日本非常紅呢 他就是跟你談 怎麼去溝通去說服別人 第三個關聯高手 勝利璇 如何讓一支弱小的 我們湘北很弱小嗎 弱小的 這個球隊呢 在短短的一年不到的時間裡面 他成為一個 對不對 打敗全國冠軍的高中球隊 如何打敗 勝利學 然後這個呢 宇宙兄弟 宇宙兄弟也是 蠻有名的一部漫畫 然後呢 他裡面談的是 他裡面就是有點跳脫 我們傳統對領導者的要求 他裡面一直傳遞的概念 領導者並不是萬能的 不需要一個完美的領導者 所以他就是 從這裡面去談 然後 這邊鬼滅之刃 就是讓人堅強的語言 他某程度有一個 像心靈修煉的概念 他裡面 為什麼有些人 講的話 會讓你 這個 心有氣氣焉 他這些語言的力量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呢 用這個 裡面的這些 名句 來跟大家進行說明 好 那好了 那我們現在講的 利利拉拉講的快半小時 我們現在要進入主題了 我們大概分了兩個方式 兩個階段跟大家進行分析 第一個 我們一般 人提到日本的企業倫理的時候 或是一般日本 提到企業倫理的時候 他會浮現什麼樣的概念 大概 我把它分成大概五個面向 最高的 就是企業社會責任 就是 那這個下面其實呢 是我自己把它加上去的 這個上面就是在日本 社會面臨 所認為的概念意涵 第一個 最高的就是 必須以社會共存 企業呢 是社會的一部分 社會好企業才會好 同樣的企業好社會就會好 所以他必須要跟企業共存 畢竟日本企業的發展 從歷史上面來看 他有他的必然性 日本的現代企業的根源是 明治維新之後 開始 開始出來的 明治維新 當時的企業的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要讓國家富強 所以呢 當時的所謂的 政商攻擊勾結的 是好的 有必要政商勾結 譬如說 三菱集團 當初日本 明治政府 他要對外貿易 沒有船 你要去 海外 買進東西 把東西賣出去 所有的運輸公司呢 都是 外國的 你這樣子你自己的運輸管道掌握在外國的手中 這樣怎麼可以呢 三菱過來 造船 做運輸 三菱從那邊起來 國家給你支持 所以當初他們的企業的創 創業的理念 很多都是 為了國家 但這國家涵蓋了社會 讓社會更好的概念 是那個時候出來的 那 當然 企業要誠實 那畢竟我們跟日本人互動的過程 我們可以深切了解這一點 你突然要去跟日本人 去 去買賣東西 很難 他不會不認識你 他跟西方國家這種重視契約有點不一樣 我只要訂好契約 買賣 就有保障 日本是要有一個長期往來關係 我才信賴你 我信賴你的時候 那即便沒有契約 他同時也可以進行交易行為 因為我信賴你 所以呢 那這樣一個信賴呢 就是要 從 花時間去培養 所以誠實的企業 信賴很重要 然後呢 正確的 正確地賺取利潤 畢竟資本主義到日本的時間沒有這麼久 日本 有些日本的社會學家 還認為日本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在日本會有個笑話 就是凱恩斯跟馬克思在天堂見面的時候 雙方都 都 都互相叫對方舉出一個 最能代表他們思想的國家 兩個都只於日本 就是日本其實很多的思維是比較社會主義 比如說 企業要照顧員工這件事情 他就這樣社會主義 喔 那 所以呢 這樣子一種的這個 具有這種的 社會主義思維的 然後呢 正確算體利潤的思維呢 在日本 很早 很早之後就開始 那 在這個之下呢 有兩個 一個就是社訊 日本非常非常做事 社訊 他們叫社事 或叫社訊 就是我們如果翻成中的叫企業理念 然後呢這些企業理念可能是百年 200年不變 就是創業者的 的 規定的企業理念 到現在為止還遵循 這是日本的企業的一些特殊 特殊的這種的 現象 第二個就是 個人道德 強調個人道德 就是 你敢不敢 這是從90年代開始出來的 你敢不敢 內部告犯 就是說 90年代對日本來講最大一個挑戰就是 個人的道德跟 組織利益起衝突的時候怎麼辦 過去以來就是組織利益優先 可是90年代開始有一股風潮認為 個人必須要有道德勇氣 去揭發組織的 違法行為的這件事情 開始被強調 可是他風險非常非常高 我相信各位 有一點社會歷練的 長輩們都應該知道 你要 在企業內部去 告發企業的 這種的 違法 你要有一種欲食俱焚的決心 很難 在日本的這個更困難 但是 慢慢很多的這些企業的都認為 這種 這種 必須要讓 這個 企業好到說 即便 員工他想要告發 他也沒得 沒得告發 但他不是用強制性的一些 法律或者是職場罷禮是讓你不敢告發 而是在你還沒有告發之前他其實內部監理程序就把它完成 解決掉 內部 內部把它解決掉的 的一種的 透明的 透明的企業倫理思維就出現了 這是 我們一般 認知到的企業倫理 那所以呢那這樣的一種的企業倫理大概就很像這樣的同心緣 就是 在 日本的話 最低要求是法律 法律是最低要求 法律之上 法律之外 還有一圈叫做社者就是 他們的企業理念 企業理念在外一圈的就是社會的倫理思維 社會怎麼看待企業 他有這個三層 當然社會對企業的要求是相對比較高的 所以 企業應該扮演更多的責任 為什麼企業必須要扮演更多的責任 其實日本的漫畫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為什麼企業要扮演 會負更大的責任 日本的漫畫裡面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因為你能力越大 你責任就越大 這句話其實是蜘蛛人講的 在 好萊塢的一部英雄片裡面 蜘蛛人有講過這句話 可是在日本很多的漫畫裡面都會談到這句話 因為你有這個能力 所以你的責任就越大 一樣 現在在日本社會裡面 最具 能力的角色 組織大塊就是 企業 企業的 影響力 在日本 不雅於政府 不雅於政府 日本政府 的 高 高層 所以他們的 政治 政治人物換來換去 然後呢 可是呢 主導日本的所有的政策思維的 企業的 頭頭們 他們組成的金團聯 永遠都在 所以前一陣子解密的日本的外交檔案曾經就講到一件事情 1972年 日本跟台灣斷交嘛 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誰出力最大 誰給日本政府壓力做這件事情 金團聯 金團聯太想跟中國做生意 一直給日本政府壓力 去跟中國建交 進入中國市場 他們的 影響力可以大到改變一個國家的外交 這件事情在日本的這個 外交文書上面獲得的這個證實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進入到我們的 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 花比較大的篇幅 來談日本的 漫畫裡面的企業倫理思維 我們大概從 從這種日本的四種 相對大家比較 熟悉的漫畫裡面 中 的知名著作 來跟大家進行說明 首先是 運動漫畫 漫畫 然後呢接著是 這個 經營漫畫 然後接著是冒險漫畫 另外一個是 戰爭戰鬥漫畫 這邊少選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那待會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是什麼 好那 那 巨人之心 那巨人之心 這部作品的背景 他是1976年代 經濟急速成長的企業國家 當時的日本被稱之為企業國家 國家存在是為了企業 企業的成長是為了國家 其實他有點算是復刻到 明治初期 明治維新時期的那個時候 日本人一些企業跟國家的之間的關係非常接近 那故事的主角 辛飛雄 他自幼在復興 新一冊斯巴達市的高壓 棒球英才教育之下成長 然後呢 立志成為 職棒 巨人隊的 當家投手 就是他的 明星 然後呢 的過程 當時呢 這部作品 他背後的時代背景 以及這部作品裡面所強調的 企業的經營理念 或是對企業形象呢 是 追求企業的榮光 而進行軍事化管理 這是一個正確的 軍事化管理是正確的 各位可以看到他 他這個 這是他爸爸從小給他帶的東西 為了訓練他的手臂的 肌肉 他每天要 帶這個東西 吃飯 等到他 把這個東西拿掉的時候 他就可以投超級無敵的快速球 很像那種忍者 把那個 鐵在腳上面 把鐵拿下來之後 這忍者可以跳到三層樓這樣子 這個裡面是講這個故事 他的父親 怎麼對他 他父親培養他 成為巨人隊的當家投手之後 他父親做了一件 很特別的事情 他父親呢 就立刻跳槽去 敵隊 的球隊當 打擊教練 然後呢 跟敵隊的打擊手說 巨人隊這個投手 他的弱點是這個 所以他就被打得很慘 他就被打很慘 他爸爸為了要讓他 更上一層樓 然後呢 把他的弱點 曝露給其他人知道 這樣的一個過程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在這裡面 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說呢 為了這個 組織的光榮 然後呢 不惜犧牲自己 這件事情是 很重要的 但是 但是 他裡面也有傳達一些 比較 我們認為 從這個 從現在角度來看 還蠻像 還蠻正面的一些 一些 企業倫理觀 像這個 那這是裡面的一個場景 就是 他當時進入到巨人隊的時候是 二軍 二軍呢 要升上一軍呢 要有缺額 也就是說一軍的投手 一軍的投手 或是球員受傷了 然後呢 這時候二軍呢 就有一個可以上一軍 這時候誰上呢 比賽 比賽 然後呢 那 他是投手 他的技能隊友是打擊手 然後他投了一個球過去 然後呢 這個 打擊手打了出去 打擊手打出去之後呢 然後被他接到 被他接到 接到之後傳球 然後呢 刺殺 然後呢 他贏了 可是呢 他最後他看到了 其實這個球掉下來 可是又又立刻被撿起來 然後呢 這時候 教練 還有裁判 還有所有的 他的 其他的 誰說 其他的球員們 都認為他是勝利者 然後都歡迎他進去 可是呢 可是呢 他 最後決定 跟 裁判說 你判錯了 是我輸 然後呢 是他贏 一個裁判 一個裁判被說判錯 這個裁判會怎麼樣 很生氣 很生氣 然後其他的球員會怎麼樣 太假的 太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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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等於說他覺得他自己做了一件正直的事情 可是呢 反而沒有得到認同 他非常灰心 開始埋怨自己 我幹嘛做這樣的事情 我靠作弊營就好啦 作弊營就好啦 我幹嘛很誠實的把自己的 這個最後的失敗跟別人講 可是呢 他在這種自怨自愛的時候呢 總教練跟他講一句話 過分正直才是珍貴 因為日本叫 然後呢 他一直說自己是八把 但是呢 八把就是笨蛋的意思 像笨蛋一樣的正直 才是最珍貴的 所以他教練跟他講這件事情 那 這個 當時 為什麼周邊人會這樣笑 因為當時周邊人是認為 他反映出來是認為說 過分努力是可以得到回報的 因為他很努力 所以大家認為他成功勝利 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過分正直 危害組織的利益 你他的過分正直 讓 裁判的公信力 被挑戰 那這個很 這個裁判是教練去當裁判 是他們內部的訓練 是他們的教練去當裁判 這個裁判 的判決 你去挑戰他 但是裁判以後要怎麼帶 帶他的 球員 很難了吧 就讓各位在職場裡面去挑戰上司 的領導 那上司呢 會認為你是對的 可是呢 他不會 不會 讓步 因為他如果讓步了 他怎麼管下面的人 每個人都可以挑戰他的話 他很難管啊 所以當時日本的思維是這樣 所以呢反映在 日本的企業倫理上 他這邊就是 他是一個笨蛋 他很正直 他做的事情 他那種是誠實的事情 可是呢 組織不容許 那 這也反映了當時的這個氛圍 所以呢 現在這個 從90年代開始 內部告發 開始變成一個常態 可是 他 還是會受到報復 即便在台灣 也是一樣 你很難說 像之前 我記得有一個就是 防疫 期間吧 還是怎麼樣就是 某一家參考書的老闆 好像沒有遵守防疫規定 然後呢 有員工 好像把拍了照片 然後上傳 結果這個員工好像 似乎 遭受到相對比較不公平的待遇 在台灣也是如此 第二個是灌籃高手 那灌籃高手 我們就直接跳到1990年代 1990年代呢 泡沫經濟破滅 日本經營管理模式遭到挫敗 那這樣的一個挫敗 對日本來講 打擊很大 日本的自信心 日本 日本的自信心 是在24年大戰之後 慢慢恢復 然後呢 1964年 中京奧運 讓日本人覺得他自己 已經變成一個先進國家 然後呢 到了80年代之後 日本覺得他可以超越美國 可以跟美國說不 可是泡沫經濟呢 第一次擊潰了日本的自信心 然後呢 因為日本的模式 再也不是 他們所認為好的模式 然後呢 第二次擊潰了自信心 是在2011年的時候 中國的GDP超過日本 日本的內心 會覺得 日本人的努力 或是日本人應該有的自信 再多受到重擊 那這個一樣 在1980年代 整個的企業管理 的 風潮裡面 學界裡面都是認為 日本 日本是第一 Japan is number one 日本什麼領域都是第一 那為什麼日本企業會成功 開始說 日本有終身雇用制 日本有這個有那個 很棒 然後呢 可是到90年代 日本販運經濟 發生了 日本企業開始一絕不振 又開始檢討 日本企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就是因為日本有 終身雇用制 這個 終身雇用制 何其無辜 那 他在日本好的時候 如果終身雇用制 現在是日本 企業 競爭的 的一個算是負面因素的話 為什麼1980年代他是 日本企業會這麼好 所以呢 很明顯的 終身雇用制跟日本企業競爭 之間的關聯 並不是很大 如果我們從研究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 在80年代他也有 在90年代他也有 這兩個時期都有的東西 可是日本的經濟發展 或日本企業的表現 差異如此 可見這個因素 一定沒有扮演重要因素 而是其他因素 好 那這個故事呢 那我相信大家對關的搞手都很熟悉了 然後也許搞不好有一些 年輕人 年輕的同學們 或是朋友們 都還到 那個鐵道去拍照 對不對 他有一個很著名的平交道 大家會到那邊拍照 他的故事就是 為了討同級生 就是 日本就是 同班同學 然後呢 這個赤木琴者歡欣 原本呢 沒有打過籃球的櫻木花道 參加籃球隊 然後他有一定的潛能 不服輸的精神 所以他慢慢成為 湘北籃球隊的主力球員 那 這一部作品呢 從頭到尾相對熱血 然後呢 輕鬆 比較沒有像我們之前看的那部 那個巨人之心 這麼一樣的 沉重 嚴肅 可是呢他後面傳遞了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其實是 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 代理球隊風格的差異 就是他們的安息教練 好 那安息教練呢 早期被稱之為這個 黑髮鬼吧 對不對 反正他就是 非常嚴苛的這個 代理球隊的方式 然後呢 那 他這樣的一個代理球隊呢 讓一個有能力有潛能的 籃球 的選手 失去了生命 然後呢就是 就是在他之前的骨折 有一個叫骨折的球員 他的斯巴達教育之下 然後呢 最後呢 沒辦法 持續 再對籃球感到興趣 跑到美國去了 結果在美國呢就 捲入了犯罪事件 而死亡 所以呢安息呢 在這個經驗 之後呢就開始 轉變他帶 球員的方式 所以他之後就變成 這個 相對和藍可親嘛 所以對櫻木花道啦 對流川鋒啦都是這種的 比較是 讓他們發揮自己所藏的 這種帶領的方式 那 所以當時他對 古澤講的這番話就是反映了 比較早期的日本的 企業管理思維就是 球隊不是為了你而存在 然後呢 而是你的存在是為了球隊 這個是 比較強調的是 All for one的概念 所有的都是為了一個而存在 那 當時如果我們把一個籃球 對視為一個企業組織的話 然後呢 這個 企業組織的存續呢 理論上是要能夠讓員工發揮所長 然後呢員工的目標必須符印在企業裡面 這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但是呢早期的日本的都認為 所長並不是重要 必須要完全符印在裡面當中 然後呢 當然呢 他講的這個重話呢 他其實是希望古澤能夠了解到 因為古澤他是一個有 有天分的球員 他一直都是 有點像早期的 Michael Jordan一樣 自己獨得了 五六十分 球隊輸球 他是講的這句重話 希望讓他了解 可是他的 帶領球隊方式呢 不能得到這個 有 能力的 球員的認同 最後導致的 球員本身的失敗跟球隊失敗 所以呢這個 某種程度 要讓員工的 所長跟企業裡面 相結合這件事情呢 是萬能高手裡面所 傳遞的一個企業倫理的 重要的概念 好 好那接著呢就是導根座系列 那導根座呢 這個 從課長開始 他現在已經是 相談義 相談義已經是會長退休了 所以從課長 然後呢 這邊有 從 課長到 部長到 取締 到常務到 專務到 社長會長 鄉談義 等於說呢 這部從1980年代開始的漫畫呢 一直畫到現在為止 都還在 最近這個鄉談義 導根座 他還得了 新冠肺炎 在漫畫裡面 他得了新冠肺炎 所以他會結合時事 有點 也不是非常恰當的比例 很像我們鄉土劇 就常常跟時事結合 那 他呢 從導根座 擔任科長開始 然後呢 歷經公司 決策之間的派系鬥爭 商場上的 耳魚我詐 等等的 然後呢 有一部分是靠女性 然後讓他爬上了這些 領導的位置 那當時日本的企業形象管理 18年代 就是要跟世界接軌 然後呢追求日本第一 然後呢 日本市場已經飽和了多角化經營成為常態 所以很多的企業開始多角化經營 然後呢 這個 導根座呢 也在他同一個企業裡面 做不同的職位 這個有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 當他出了 社長導根座的時候 他出了這部漫畫的時候 他在獨賣新聞上面 開了一個廣告 也許懂日本 了解日本的人應該知道這個東西 日本的報紙 然後呢 會在 大公司 換 社長的時候 然後呢 會做紀錄 他會在 報紙的重要的 還不是不重要的 是重要的 通常在第1版或第2版 裡面一個小小的 說誰 升任了 會長什麼公社會長 幾歲 歷任什麼東西 做一個這個資料 那這個大企業通常是金團聯的成員 他都會這個 所以呢 社長導根座這部漫畫開始連載的時候 出版社 就花了錢 在獨賣新聞做一個廣告 這廣告上面就寫 他是 漫畫裡面的公司要出資 出資電器 出資電器公司 的社長是由 導根座來擔任 就開始講 煞有介事的 把這個出資 這個電器公司當成一個 現實的企業 導根座當成一個 現實存在的人一樣 去做這個廣告 所以這蠻有趣的 那導根座他其實裡面有 蠻多的日本商場 特別是 很重要一點 我也會建議大家 如果有機會去看的話 日本的大企業如何跟他的供應鏈之間互動 這很重要 那 對日本來講 在 與社會共存 之前 必須要跟 供應鏈共存 日本企業這些 特別是這些 電子業 電器業 他呢 很大的部分是依賴 他的供應鏈穩定 然後呢 這個 算是高度技術零組件的供應 他才能夠 在全球的市場取得競爭力 他當課長的時候 他發現他的同僚 然後對於這種供應鏈的中小企業 然後呢 霸凌他們 就覺得他們不重要 你們的訂單都是我們公司 拿的 給你們的 所以呢 這個 欺負你們剛剛好 這樣的思維呢 他看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的 不以為來 然後呢 他就 大罵他的同僚 說 你把業者當作的神 也就是說 對日本的 早期日本企業的論點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母企業 或是大企業 跟日本叫 社長家 之間的關係 他們關係呢 既是一種信賴關係 也是一個共存關係 很多的中小企業 他們所有的訂單 都只給 一家企業 而且是 兩代 譬如說 父親 交給 兒子 兒子也做 類似的東西 不斷的經營求精 然後呢 訂單也是給 這家公司 在 汽車產業啦 然後呢 電汽產業 是最常見 特別是汽車產業 有些 日本非常 好的有技術的中小企業 他呢 一直以來都 只專業一個技術 然後這個技術呢 都只提供給 某一家 汽車製造商 而且他不能提供給 其他的汽車製造商 比如說你是 Toyota 比如說小企業 你是Toyota的供應商 你就很難提供商品 給Ponta 很難 那這樣的一種是靠信賴關係 所以一旦你家公司出了問題 原則上 你的母公司 或是這個大企業 會在某種程度 給你一些協助 但是如果大公司急需要一些東西 你必須把他趕工趕出來 這樣的一種的 互信關係呢 是存在的 所以日本的企業往海外去的時候 通常不是一家企業去 而是一整條供應鏈去 Toyota到海外設廠的時候 他就會 要求他的 主要的零組件供應商 一直到海外設廠 早期是這樣 但在全球化之下 可能就不是 所以這整個的供應鏈就跟著過去 那現在其實 以日本的 這個汽車產業為例 現在電動車時代 電動車時代呢 零件大幅減少 零件從原本的3萬個零件可能 只跌到大概 1萬出頭 然後呢 有2萬個零件不見了 2萬零件不見了 有多少的中小企業 沒有生意 這個是未來日本 這也是現在日本遲遲不願意朝向 這個電動車發展的一個主要原因之一 光是一個內燃機 就是引擎 一個引擎有7000個零件 電動車不用引擎 那有7000 7000種 的企業 可能就沒有訂單 這7000種企業 搞不好是 數萬家中小企業 他們原本的專長 專利 用在電動車是用不了的 只能自己找 比如說火星塞 電動車不需要火星塞 那現在全 全日本的火星塞都由一家公司 幾乎都是由一家公司提供的 以後 電動車不用火星塞 這家公司怎麼辦 沒辦法活下去 好 那另外一個 這部 這部漫畫呢 也許大家並不是太了解 然後呢 他不是一個主流漫畫 黑金 金仇導軍 他最主要是 在講 就是 高利貸公司的 老闆 主角 然後呢 他借錢給別人 去回收別人的錢的一個過程 然後他每一個 每一次借錢對象 他有他的 一些這個 生活上面困難等等的 然後呢 那他的背景呢 其實是2000年的時候 日本陷入現金卡借貸的惡性循環 現金卡這個東西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 從結果來 不論不一定好 那 但是呢 他在當初出來的時候 確實解 很多人的這個燃眉之急 畢竟很多人 他只缺一筆錢 他就可以度過難關 可是銀行 確實不願意借他這筆錢 這時候只能用現金卡來借錢 那度過這個難關 他的企業就可以 往另外一個階段去走 那台灣其實也是在2000年之後呢 開始導入現金卡 之後呢 在2005年 2006年 出現雙卡風暴 然後台灣本土金融危機就出來 等等的 這樣的其實都反映在現任生活裡面 那 當時的日本呢 在現金卡之後呢 日本經濟呢 就走到一個 特別是企業管理走到一個 很重要的轉利點 就是90年代初期的時候 終身雇傭制 受到挑戰 然後呢 到了2000年中期 出現一種新的思維 我們叫做派遣 大家知道派遣 以前的派遣呢 很早就有了 1980年代就派遣 可是以前的派遣 日本以前的派遣只准許服務業 2000年代中期之後 准許製造業 那這個對於 一般的製造業 的公司來講 那我用派遣員工就好了 啊 我就不用負擔這麼大的人事成本 然後呢 那 那這樣的話 企業原本扮演的 社會責任社會角色就慢慢慢慢的 萎縮 然後日本企業 受到日本社會的重視 程度也慢慢的下降 是有連帶關係的 所以當時的日本的企業形象是 組織改造降低的人事成本 那是他的主流 那黑金 酬島君呢 他其實裡面 講了一句蠻有 蠻重要的話 像 他其實是在裡面有 有一個 場景 就是說 他的 算是員工啦 或是創辦人 然後呢 騙了他的錢 而離開 然後最後呢 他 被抓到 他願意 規劃再合作 可是 這個酬島就跟他講 回復失去的信用要比 最初建立信用是困難多了 這件事情其實在2000年的時候 發生 一模一樣的 日本的這個 企業 重大企業的危機 這個一直都是我們在談日本企業倫理的時候 必選的一個 我們叫做反面教材 你很難說企業倫理好在哪裡 可是你很容易舉出 不遵守企業倫理的企業到底為什麼失敗 你很容易舉出 這部電影大家可以去看 叫做 《飛在天空的輪胎》 就是 遮掩 遮蓋 遭回的這些 要求 車子的設計出現問題 然後呢 他們知道 問題出現 可是他不願意大規模遭回 第一個 有損 他們企業生育 比如說你 汽車怎麼還要遭回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有損汽車 然後 成本很高 不願遭回 結果呢 出現的死亡車禍 死亡車禍去調查結果 發現 就是他們不遭回零件 損壞的原因 這時候才 爆發出來 然後呢 當時日本政府 還不知道 一般社會大眾還不知道 三菱汽車已經知道這個原因 他們只是找到這個原因 可是呢 三菱汽車內部有員工 把內部資料 給媒體 說他們早就知道 汽車的設計出現問題 可是呢 不願意招回 來修 所以呢 出現死亡之後 有這個故事 那三菱汽車出現這件事情之後 全國 真的是萬劍穿心 三菱汽車原本是在日本 算是品牌還不錯的汽車 它是三菱集團的一部分 三菱集團在日本 是影響力很大的集團 那三菱汽車因為這件事情 新車銷售 從原本一年的 四五十萬輛 變成數百輛 然後呢所有電視台 都不放三菱汽車的廣告 然後呢原本的賓士跟三菱汽車有資本合作關係 賓士汽車 撤資 三菱汽車 岌岌可危 然後呢母公司 三菱集團 三菱銀行 他們有一個銀行 不願意出錢給三菱汽車 不願意喔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拖累我們集團生育的 子公司 不願出錢 那時候我在日本念書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我們上課就討論到這個案例 那時候 我的老師就問我說 Lisa 你對這個案例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說現在呢 感覺三菱汽車極其可危 我說呢 如果 我是台灣的企業 我就集資把這家公司擺下來 那時候好像只要大概 台幣大概300到500億 進去 你就取得這家公司的主控權 那時候是這樣嗎 沒有人要出資啊 台灣又沒有汽車產業 台灣如果那時候有 有企業願意出資 日本政府又同意 台灣就有一個汽車 我說如果我是台灣的話 我就會這麼做 我就出資集資 然後呢把這家企業買下來 變成這家企業的主控權 去改變這個企業 用它既有的 生產能量 變成一個 重新打造成台灣的汽車產業 我說如果是我就會這麼做 我記得當時的 台灣的行政院長還是誰 經濟部長還是林信義 好像就慾龍出來 不知道他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中華汽車就是米茲比西蘭 中華汽車 對 對啊 中華汽車當時是三林汽車的台灣代理 他也做了 他也做了 對 我最後有聽說 我最後有聽說 其實台灣三林 台灣的中華汽車有出資 但台灣的出資是不能夠 取得董事席次的出資 還是 沒辦法 我是聽說台灣的三林汽車有出資 所以這個是一樣 那目前為止 因為三林汽車跌了這一跤 遲遲無法恢復他的信賴關係 到目前為止 依舊如此 大家提到三林汽車大家還是會擔心 擔心你這個 就像 如果老實但是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 比喻 像大家做 做這個 飛機的時候 大家選航空公司的時候一定有些既定印象 就像某一些航空公司 可能過去一些做法讓你 失去你的信用 即便他在努力但是他取得你的信任 他花很久很久的時間 而且不一定取得消費者的信任 目前一樣 所以企業倫理 確實是如此 你要去建立企業倫理真的是 一步一腳步 可是你要去失去就是一系列的事情 那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一種壓力讓有些企業 或是有些企業遵循或不遵循 就是這系列的選擇 好 那接著呢 鬼滅之刃 那鬼滅之刃是 在2010年時代是最流行的一部漫畫之一 他其實 我們如果深究他的背景 他其實比較是 是源自於三一大地震 帶來的 經濟社會的情勢變化 然後呢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 不過這裡面有兩個非常 值得一提的這種 經營理念的差異 這經營理念差異呢 也跟企業倫理有一些 密切的觀念 他其實裡面是兩個陣營 大家如果看的話就知道一個是鬼的陣營 對不對 一個就是殺鬼的陣營 很簡單分兩個 如果就 能力來看的話 鬼的實力遠遠超過 殺鬼鬼殺隊的實力 因為鬼不會死 鬼受傷立刻就好 而且鬼只選擇 對他有利的環境戰鬥 而且這環境通常是對人不利 就是夜晚 可是最後鬼殺天隊把鬼片 為什麼 當然你會說 主角光環啊 因為主角是人啊 如果主角是鬼 那已經是鬼獲得勝利 可是 那如果要這樣講那就 我們就不要討論了對不對 我們還是在講 那為什麼 我們大概可以從 鬼的頭 他如何帶領 這個鬼的這個團隊 跟鬼殺隊的頭 如何帶領鬼殺隊這個團隊來看 鬼的團隊 他帶領這群鬼 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讓我好 所有人都是為了我 我要幹嘛呢 我要見到陽光 你們所有的人都是為了讓我能夠在陽光下生活的存在 所有的人都是為了我 只有失敗 可是鬼殺隊呢 他是重視信念 雖然人的生命會消逝 他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人的意志是永遠的 就是 那你要讓這個意志不斷的傳續下去 你要靠什麼 理念啊 共識啊 日本叫共感 你要靠這個 這個東西是日本人很吃這一套的簡單來講 為什麼我們來看這個數字 啊 企業的景氣或不景氣都是意志 企業的理念才是永遠的啦 你不要因為意志的利益而充分的頭啦 去追風跟風去做這件事情 你要去回到你企業的理念 看你企業原本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日本很重視這個 那 那個日本的那個帝國 帝國Data Bank 他們叫帝國資料 銀行啊 就是日本一個智庫 他做了一個調查 日本的老庫企業 創業100年以上 有33,000家 這個數字呢 大家沒什麼概念 佔全球的40%以上 全球有40% 全球超過100年的 這個企業中有40%在日本 如果你看200年 創業200年以上的日本企業是1340家好像變少了 佔全球的65% 全世界 超過200年以上歷史的企業中 有65% 三分之二 是在日本 這個是 我每次 我的朋友來京都的時候 我都經帶上去這邊 雪絮易文字 這是 應該有 1000年吧 1000年的歷史 日本最早的 飲食企業 日本最早的 企業是一家 旅館 溫泉旅館 這是日本第2吧 第2還是第3 可是是飲食業第1 在京都 有這個25代 我們企業 能夠存3代就不容易了 3代 我們的接班 接不下去 很大原因是因為 理念接不下去 所以 日本的創業者 他們創業的最重要最重要留下的東西就是 他們要建構一個 讓企業永續發展的理念 每一個日本的創業者 都有這樣的一種想法 然後呢這個東西都會掛在他們 董事長辦公室最顯眼的地方 董事長換來換去沒關係 企業理念不壞 企業理念不壞 企業就是不滅 我就像鬼殺隊一樣 鬼殺隊的 這些劍士們 死的死傷的傷 可是鬼殺隊的精神不滅的 這樣的一種思維在日本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然後接著 最後的兩個 一個是 我的英雄學院 這也是最近 簡單來講 我家的小朋友 一直逼我看的一部 一部漫畫 我自己原本不看 他逼我看 然後呢 他的背景呢是2010年新科技帶來的經濟社會變動 比較不一樣的 剛剛那個是 311的 那個比較是 負面的東西比較多 那這個是新科技帶來的變動 然後呢完全沒有超能力的主角 然後呢獲得了 這個英雄的能力的傳承 然後呢他在憤鬥的過程 然後呢那這樣的一種的理念其實 反映在現代日本社會 每一個都可以成為英雄的概念 英雄就是什麼 英雄就是企業老闆 只有當企業老闆才可以變成英雄 對於現在年輕人來講是這樣 所以呢現在日本 年輕人在創業 的 風潮呢 其實 某種程度呢 反映在一些漫畫 剛剛我們提到的這個 海賊話也是一樣啊 海賊話每一個都要當船長 每一個都要為自己的理念 對理想而冒險 然後呢在我的英雄學院裡面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英雄 即便你沒有能力 你也可以成為英雄 好那 在我的英雄學院裡面呢 其實他比較接近 我剛剛講到的蜘蛛人的概念 就是 企業呢其實要多管一些事情 英雄要多管一些事情 英雄不是只是炫耀自己能力而已 英雄要多管一些事情 企業不是為了賺錢 企業要多管一些事情 然後呢 擁有資源能力的現代企業 然後呢要將所有的利害關係人 視為服務的對象 也是 員工也是顧客 工藝鏈也是顧客 你不能只對顧客 你要對員工 把員工視為顧客 把工藝鏈視為顧客 其實在阿薩姨 阿薩姨是日本非常有名的 反正大家喝啤酒 阿薩姨對不對 他做很多的飲料 然後呢他有一個 還蠻特別的 企業社會責任 他的企業社會責任 我們知道嗎 CSR企業社會責任 他的企業社會責任 他做了另外一個解釋 Customer Satisfaction Relations 就是把所有的利害關係人 都能夠做到滿意的關係 這是他的 企業的社會責任 不是只是 針對 消費者 他是針對 整個社會裡面的 利害關係 所以這是他的一個 比較特殊的一個企業理念 企業倫理的思維 然後最後一個是 這個 王者天下 那王者天下呢 他背景是 期待魅力領袖的 日本社會 然後呢 在這樣的一種的 背景之下 可能要時間要稍微快一點 簡單來講 就是追尋一個 英明的領袖 好 那 其實這個在日本 這句話在日本有提出了非常多討論 這個是誰 這個是李斯 大家知道李斯吧 就秦始皇 就是遵循法家的那個秦始皇的 成像李斯 他講了一句話就是 法就是願望 是國家 將國民期待的 理想具體化 之後的東西 然後呢 那在日本的企業管理裡面 其實 日本 的員工都把他們的社訊 視為他們公司內部的法律 可是這個社訊的在真正的法律 又在真正的法律 之上的東西 所以他比較有一些倫理的概念 也就是說在日本企業裡面把倫理視為法律 我們可以這麼說 你不能違反社訊 違反社訊呢 其實你就會被排擠在整個的團隊之外 這件事非常非常嚴重 接著活躍忍者 可能稍微 簡單介紹一下 活躍忍者 就是 強調初心 這個強調初心呢 這個是 佩安娜松尼的綱領 就是他們的這個 貫徹產業人的本分 謀求社會生活的改善 和提高 以其為世界文化的發展做貢獻 這是他們的 社訊 所以他們社訊呢 如果是在 社內當成一個法律的話 他們這個法律規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 這個 具有 企業倫理跟社會責任的概念 好 好 那 最後 我們就回到了這個結論 好 那結論的話 我們大概從漫畫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在日本的企業倫理 大概有這些概念 那從最大的這一些是與社會共存 所以呢 這是我們把它視為 廣義的企業倫理的領域 然後呢 那 在組織 在企業倫理概念 我們大概可以簡單分成 個人跟組織之間的關係 以及組織跟社會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組織當然是指企業啦 個人跟企業是甚麼關係 企業跟社會是甚麼關係 在個人跟企業關係的 架構之下 比較強調個人道德 誠實企業 企業要對 個人好 要誠實透明 一旦 然後呢 個人對企業要 要有某種程度的這種理念 理念的一些一些共鳴 所以這個是屬於 個人道德的層面 然後呢 在組織跟社會的關係之下 然後呢社會他有他的 剛性的法律遵守 也有柔性的這些道德要求 所以組織要 做到的就是要成為一個 有信賴 值得信賴的企業 所以他是屬於企業 社會責任的領域 所以這一個是屬於企業治理的領域 這些都是我們談到企業倫理 經常 提到的概念 他到底是企業的治理 還是企業社會責任 還是企業倫理 大概從我們的漫畫 的傳遞概念裡面 大概可以做一個簡單的 分類 好那總結的話 那大概 我們就可以把企業 直接來講 由下往上 當然這個 這個 安全 職場安全 職場安全是日本製造業最重視的企業倫理 職場安全 確保員工的安全 所以這個 所以呢 他們企業倫理一直在強調這個 第二個部分 就是 員工的 貢獻 誰的貢獻 特別是 女性員工的貢獻 這特別 最近10年來 如何打破玻璃電話板 一直是日本企業 倫理裡面的重要核心 日本的勞動力不足 必須要靠 日本的女性來支撐日本的 經濟發展 那日本又 短期內無法引進大量的外籍的白領階級 所以他就要靠日本的女性 可是日本女性進入職場就會面臨到非常多的不公平待遇 然後呢 包含了一些 性騷擾 然後玻璃電話板等等的 然後如何去去除這個 算是企業治理的一個核心項目 第三個就是法律遵守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特別在會計跟財務方面 法律遵守是特別重要的 第四個 社會貢獻 這個是金團聯裡面有一個 1% 就是金團聯的成員 要把他的利益的1%拿出來 做社會貢獻 他們不是強制性的 他們有這個Club 金團聯已經是一個Club 你在金團聯裡面你還可以加入這個Club 大家成為 共同為日本社會做貢獻的 算是值得信賴的企業 下一個階段 這個 雇佣 雇佣 還是日本企業倫理很重要的思維 照顧員工 等於 穩定社會 這是日本 企業對社會的一個重大貢獻 日本的企業倫理思維 是這個 然後呢 越有能力的企業 就要聘越多的員工 所以呢 日本 人判斷企業的優 利 這是一個標準 你想要進的企業 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企業 願意為社會貢獻企業 然後最後一個是社訊 這個是 三菱集團的 我相信大家 應該 或多或少有了解 三菱集團 已經150年以上的歷史 還是一樣 索其奉公 處世光明 立業貿易 這個還是一樣 他的這個社會的 應該是 企業對社會 存在的價值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簡單的把漫畫裡面的日本企業民理思維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希望還有點時間跟大家進行一些意見的交換 謝謝各位 謝謝這個李老師 我們時間還有7分鐘左右 不知道底下的來賓有沒有 要再進一步跟李老師請下 請問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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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師好嗎 請問一下 總閨來講 我們現在常提到 職人金屬 那在這個 日本的企業人裡面 到底他是在 是在個人企業 還是在社會這一塊 它是一個精神 一個理念 那我認為它不是在講所謂的職業上的道德 它是一個理念 那我想請問老師 這個在企業倫理的怎麼樣去解釋這一塊 還有我們早期的台灣也有學到日本這些 譬如家族企業 他也有一些就是對員工的照顧 有很多比較老一點的企業 那還有現在我們社會上就是 您剛講的就是派遣 現在因為要節省成本 很多都不要用正式員工 台灣現在也這樣 那難道我們是學習日本嗎 謝謝 那個簡單來講就是 如果從我今天的這個脈絡來看的話 尊重職人精神其實是企業倫理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所以它就要確保它跟供應鏈之間的信賴關係 讓這樣的一種的職人精神能夠得到傳承 所以呢很多的日本的職人呢 他都是因為一輩子在專研一個技術 他之所以能夠一輩子專研技術 是因為他跟他的供應鏈就是 他的這些訂單來源是一個很穩定的信賴關係 所以他才可以這麼做 所以那其實回歸到企業倫理的概念 如果日本社會對於職人精神是非常崇敬的 所以呢如果要維繫這個職人精神 日本的企業就必須要在企業倫理上面 更加與供應鏈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關係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關於派遣這件事 確實在日本還是會有很很重要的這種的 算是對於派遣一些不信任的關係 他們對於一個好的企業的要求就是 他們能夠聘正職員工 那台灣其實因為流動 比如說轉職的障礙很低啦 那台灣員工可能有時候都把正職當成派遣用了 我試用期三個月我就把你檢固了 我再來試用三個月又再檢固 他就是你雖然名為正職可是實為派遣 而且還是領最低薪的適用期的薪水 所以呢 那台灣其實我覺得成本考量要比日本高得多 大概是這樣子 請問一下這樣的聲量老師可以聽得到嗎 可以 我想問一下就是前一陣子 有一家日本公司來台灣就是唐吉柯德 那他的那個組織的 就權力的授權方式似乎跟傳統的日本企業不太一樣 就是他們基層的員工可以決定很多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在日本發展比較久的那個生協 生活者協 他們有點像台灣的合作社 對那 生協是不是就比較接近像老師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 他是企業體加上民主治理的結合 比較像您剛剛說 凱因斯跟馬克斯在天上 都覺得日本實際上能夠呈現他們的精神的組織 那我想知道老師可以 稍微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這兩種 他們是不是算是日本企業輪裡面的變種 然後如果要對應到漫畫裡面的話 哪幾本漫畫比較接近他們的現在的狀況 好謝謝 好的那那其實如果是就這個唐吉柯德的這種 比較彈性的現場管理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我覺得在這個那個灌籃高手裡面 就是交由現場第一線的球員來決定做什麼事情 而不是由教練去下戰術去執行一個戰術的 這件事情相對比較接近 然後那傳統的升邪的做法 就是比較是上面制定政策戰術 下面只能夠去執行 所以呢 你呢叫你犧牲短打 你就給我犧牲短打 他比較像棒球你知道嗎 比較像棒球 所以呢 傳統的這種棒球 比較日本人比較喜歡棒球 因為他們是聽命行事 不習慣自我發揮 然後籃球呢 歐美比較喜歡籃球 都是自我發揮 每一個人就是在你接到球的時候 你就要判斷 你是不是應該出手 你就要立刻判斷 別人比你更適合出手就傳給那個人 而不是說教練說這個就要誰出手 就像櫻木花道 最後他是他最後投進那個 那個具有決定的那一球 如果是教練絕對不可能叫櫻木投吧 不可能給他投吧 一定是叫那種 那種投球 那種近藍率比較高的人投 所以 藍球在日本確實是比較不受歡迎 我覺得跟這種運動形式上面的差異是有關的 我大概是簡單的做一個說明 謝謝 我們可能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李老師 那現在NHK的大爾時代區是在介紹色澤容易 然後日本人崇拜他 所以新的一萬塊的指標是放他 而不是放三年創辦人 那是岩崎 你如果兩個的差異在那邊 謝謝 這個很難很難說 就是說 色澤容易之所以受到尊敬 是因為他留下來的事看不到的東西 三年的創辦人留下來的是看得到的東西 所以留下來看不到的東西的人比較偉大 真的 你會覺得他比較大功無私 當時的色澤容易 當然我們是從後面的角度來看 當時色澤容易是 等於說日本營養體系的創辦人 他曾經在日本的財務省縣 以前大賬省財務省去主導日本的銀行體制 從無到有 然後之後他出來開銀行 在台灣現在是不行的 你自己弄了一個法之後 成立一個時候 你出來開一個銀行 怎麼可能 日本當時就是這樣 他在開銀行之後 又用這個銀行去幫助很多企業來創辦 所以像很多的贊貨的日本大限 都是在當時他支持下的創業出來的 所以他有幫助其他的企業的發展 進而帶動日本的經濟產業的成長 這些事情是相對比較受到日本人的肯定 就是說你不是為了自己 你是為了社會 為了國家 為了日本 有這件事情 所以以後呢 大家最尊敬的 最喜歡的日本男性 一定是色澤容易 對於他變成外援槽 從福澤玉籍變成外援 變成色澤容易 好 我們謝謝李老師今天晚上 因為時間 以職業的角色 就是要把時間控制好 那我們是不是最後用掌聲 再謝謝李老師 謝謝 謝謝